飛碟 看到飛碟了 不知道在那邊幹什麼 民眾停在路邊 趕緊打開手機錄影 因為眼前看到了不明飛行物 讓他又驚又喜 轉向了 轉向了 轉過來了 轉過來了 疫情區國術產消班第42班 民眾認定不明飛行物可能是飛碟 就在於他沒有螺旋槳 而且能在空中滯留 還能任意轉向 既不像飛機 也不像直升機 而這個地點就在台南獄錦 由於附近地形崎嶇 加上還有救食器晚崎文化遺址 特別引發外界聯想 一路找到台南的走馬賴農場 果然在草原上 發現了一個怪異的飛行物 除了有如電影中的飛行船 也跟民眾看到的飛碟有幾分神似 經過比對 園區人員證實 兩者就是同一種飛行器 園區比較空寬比較大 讓他們覺得我們的場地 是很適合這樣子的測試 所以就來跟我們租界場地來使用 那詳細的內容我們並不清楚 連園區也不知道飛行船是什麼用途 雖然一看到攝影機 工作人員趕緊把飛船 藏進了一旁的藍色帆布架內 但上頭印著大大的ITRI 也被認定跟國內的工研院有關 到底什麼用途工研院大大賣個關子 不過至少證實了 不會有外星人入侵 民眾也可大大鬆了一口氣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